Hello,大家好,我是GoMarkets的客户经理Joy 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GoMarkets MT5的一个软件的使用 那里面包含的内容呢,有登录、添加产品、下单、挂单 以及怎么去查看杠杆和交易手术、图表以及技术指标这几个方面 那我们先来打开我们的交易软件 那我们如果说呢,大家还没有登录上我们的交易软件呢 可以在这边的文件里面选择登录叫交易账户 然后呢,在Server这边呢,选择GoMarkets Live即可 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调整我们的系统语言呢 就可以在这边的查看中的Language里面呢 选择中文或者说是中文繁体或者说是英语 看大家的习惯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这边大部分的客户呢 都是更喜欢用中文界面的 所以我先事先把它调成了一个中文的界面 那我们呢,再来说一说怎么去添加产品 那产品的添加呢,有很多种方法 我们首先看左边的这个市场报价 我们可以先在最下面的这个绿色的小加号旁边呢 就添加我们想要添加的股票 或者说是外汇产品等等的产品的一个code 那举个例子,我们如果想要添加一个银行股 NAB,也就是国民银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里面输入NAB 然后它就会自动弹出来一个搜索的 一个NAB.ASX 那就是我们想要的交易的产品了 然后我们这边呢 在键盘上面打一个回车就可以添加上了 那如果说呢 大家觉得这种添加方式呢 有一些麻烦啊 或者说想要看到更多的产品 那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呢就可以在这边右击 然后呢选择这边的一个交易品种 那我们这边呢就传出来了一个窗口 里面就有很多的产品分类 还有我们的产品 比方说如果说您是一个外汇交易者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边的forex里面找到majors 或者是minor的一些产品 然后index的话呢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指数 对吧 像我们大家比较熟赘的这个A50 如果大家想要添加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边双击A50这个产品 左边呢就可以直接添加上了 这个还是很方便好用的 包括如果大家想要交易 像是虚拟货币啊等等的一些产品的话呢 都可以在这边找到 然后添加 包括我们的一些石油的一个期货产品 也非常的实用 就给它先添加上 这个就是添加产品的方法 那添加完产品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该怎么去进行这个产品的交易 那举个例子 如果说呢 还是拿nav来举例子 如果我们想要交易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双击这个nav 然后呢 就会弹出来一个交易的窗口 在交易量这边呢 我们可以任意的输入自己想要交易的股数 我这边呢 设定的是1000 但是如果呢 我们把它改成200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呢 止损和止盈呢 就是说您可以下单 就是说在下单之前呢 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平仓的价格 比方说nav现在是17块8毛9 我对它的止盈的数额设置在21 或者说呢 把它的止损呢 放在15块钱 去设置一个止盈和止损 那如果说呢 我们这个交易的价格呢 打到这两个价格的话呢 我们系统就会为您触发 然后进行一个自动的获利了结 嗯 那在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左边呢 有一个安市场价卖出 右边呢 有一个安市场价卖入 买入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要去买这200股nav的话呢 我们呢 就应该选择右边的这个安市场价买入 因为我们GoMarkets的平台呢 是可以进行的双边交易 也就是说呢 这个卖出啊 也就意味着呢 我们是在做空这个nav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止盈和止损就不能这样设了 反而呢 应该把它倒一倒 对吧 那因为呢 这个价格如果呢 越跌 那我们呢 才会赚钱 如果这个股票它涨呢 我们就会亏钱 所以说这一点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如果说不是想要去做空啊 通过这个股价的下跌啊 去赚钱的话呢 就千万不要选左边的这个卖出啊 那我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买这200股nav的话呢 我们就点右边这个蓝色的按钮 按市场价买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呢 就出现了我们刚才啊 买的这一单 这边的选择类型呢 就是buy 交易量呢 是我们设置的200股 价位呢 是刚才的限价的价位 对吧 然后止损和止盈都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呢 是亏损了 4块钱 那大家肯定想知道 就是说 因为我们买了200股嘛 肯定有一些客户呢 就是想在 比方说呢 在20块钱的时候就卖掉100股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呢 这也很简单 我们先找到这个盈利的负4块呢 然后在这边双击一下 然后它会弹出来一个窗口 我们在这个交易量这边啊 把它改成 比方说我要先平100股的话呢 我就在这边输入100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选择这个黄色的按钮啊 黄色的按钮 大家一定不要选错 不要再去上面按这两个按钮了 这是错误的 一定要按这个黄色的按钮啊 我们点一下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交易量 只有100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呢 把另外100已经平掉了 当然了这个盈利和亏损呢 现在是-2 对吧 因为刚才是-4嘛 这是一种方法 如果大家想要分批平仓的话 那如果呢 想要一下子全部都平完的话呢 那大家只要直接点右边这个大叉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会立马就把所有的餐位全都平掉 我们的执行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 也要小心啊 如果不想平的话呢 就不要去按这个右边的这个大叉 那因为我们就说完了这个买入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来说一说 如果说我们按的是做空 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做空Nav这个公司的话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界面 双击 然后弹出来一个窗口 然后这边呢 点安市场价卖出即可 这就是做空的方式 我们在这边的类型呢 看到是sell 然后它的这个交易品种的这个颜色的 ticket这个 这张单子的这个颜色 也会变成了这个红色 对吧 这个红色呢 就是意味着我们是在做空啊 那如果说要平仓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在右边直接点大叉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就跟大家稍微说了一下 怎么去开单 关单 怎么去做多和卖空啊 那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挂单的操作 还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拿Nav去举一个例子 我们呢 去双击这个产品 弹出来这个窗口呢 我们在这个类型啊 里面呢就选择挂单 挂单里面呢 有类型呢 有buy limit 也就是买入限价 就是说呢 可以让您在 比现在更低的价格啊 去挂一张单子 那如果说呢 我Nav是挂的是16块钱的话呢 也就是说 如果Nav的价格呢 就跌到16块钱 系统会自动触发这个order 给您成交啊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呢 就打个 举个例子嘛 打个比方啊 在这里输入16 然后依然呢 是200股的一个buy limit 买入限价 然后选择发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呢 就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挂单 对吧 然后价位呢 是16块 交易量呢 是200 现在还没有被成交 所以说这边呢 是寒杠0 然后类型呢 是buy limit ticket的颜色呢 是蓝色 那说明我们是二次确认 我们是买涨 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送机点入进去呢 我们就可以进到 我们刚才的这个界面 也就是类型里面呢 它是可以修改订单的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订单呢 修改成15块钱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修改 就可以修改成这个挂单的价格呢 就可以修改成15块了啊 那这边的到期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是GTC嘛 GTC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它是这个张挂单呢 是不会取消的啊 直到成交 或者说是您是手动把它取消掉了 这就是这个道理啊 然后我们这边呢 选择修改就可以 我们就看到这里变成了15 对吧 然后这里有个place的 那还是和刚才这个开单和关单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不想要的话呢 就这边直接点个大叉 就可以把这张挂单取消了 非常的简单实用的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仓位啊 什么的都平掉了 那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呢 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怎么去查看这个产品的杠杆 因为大家知道嘛 就是我们平台交易股票的话呢 一般是有三到二十倍的杠杆 那我们作为客户 应该怎么去查看这个平台自带的杠杆呢 那我们呢 还是一样 拿Nab举个例子 然后右键这个产品 然后呢 在里面选择到这个规格 这个黄色的这个规格啊 然后它会就弹出来一个窗口 那我们这边看到呢 有一个合约量1 1的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交易量里面输入1 那它代表着呢 就是一股的NAB的这个股票 然后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预付款比例 也就是我们要付出 实际上买一股Nab需要付出多少钱呢 这边的买入和卖出呢 都是0.05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17块钱一股的Nab呢 我们只需要付出17块再乘以0.05的价格 就可以买入一股 也就是说呢 是20倍的杠杆 对不对 就1再除以0.05就是20 也就是说呢 在我们这边 一股Nab的价格呢 实际上可以买20股的Nab的波动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如果有不清楚的话呢 可以随时咨询您的客户经理 或者小助手 那我们再往下看 往下看 这边呢 有操作的话 交易上面是完全访问 完全访问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可以做多或者做空 因为有一些股票呢 因为它的流动性呢 可能没有这么好 那它呢 可能会暂时说只能说只只能够让大家去买入 而不能去做空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那也会显示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GTC的模式呢 直到取消这个刚刚跟大家说过了 然后最小的交易量呢 是6股 也就是说最小下单的这个单量啊 是6个Nab 那最大的单量呢 是2万 也就是说大家每一单呢 最多下2万股的Nab啦 再往下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库存费的这个类型呢 是百分比 然后买入的库存费 这边看到的是2.6 那加上这个百分比的话呢 也就可以得出我们这个买入的库存费呢 是2.6% 对不对 那这个百分比呢 它其实是一个年化的数字 也就是说呢 您如果这个MyNab啊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 从2020年的1月1号 一直持有到2020年的12月31号 就365天呢 如果说是1万块钱的话 我们按照这个库存费 2.6%来计算呢 我们是收你260块钱 那平均下来呢 一天1块钱不到的 那这个费用呢 只有在您开仓 然后持有的过程中 我们才会问您收取 如果说呢 您提前关仓 或者说呢 平仓了 那我们是不会收取这个费用的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三日库存费的收取时间 这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因为我们知道嘛 这礼拜六礼拜天呢 是不开始交易的嘛 是没有交易的 对吧 澳谷也不开始 所以说这个三日库存费呢 就会全都记在星期五 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呢 会收三天的这个利息啊 嗯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再往下看一下呢 就是这个手续费 对吧 手续费的话呢 跟大家也说过很多遍了 我们平台的手续费呢 是万分之八 最低七元起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交易的时间啊 这个交易时间呢 是我们的一个平台的时间啊 是GMT加三 那换算成现在啊 现在这个冬令时的一个澳洲 墨尔本的时间的话呢 就是加七啊 加七个小时 也就是Nav呢 它会在每天的十点零七分 在我们平台开盘 然后呢 在我们下午的四点钟呢 收盘啊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呢 就是澳洲的股票呢 有一个集合竞价的过程啊 那前十五分钟呢 都属于集合竞价的时间 那所有的股票呢 会分批啊 去开始进行一个交易 那Nav呢 就是十点零七分开始 那像是别的一些公司的话呢 可能会更早 可能是十点零五 或者是十点零三分 或者是更晚啊 十点十分才开始交易 这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的 所以大家在交易之前呢 一定要把这个描述啊 也就是我们刚才这边点到了这个规格啊 点出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然后再进行交易 如果大家对这个规格啊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呢 一定要去先问一下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客户经理 因为呢 每一个产品 它的这个交易量啊 或者说它的一个交易的手术 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我们看到这里是XAUUSD嘛 这是什么 大家肯定都很清楚 这是黄金对不对 那我们同样呢 是点开黄金的这个规格啊 点开看一下啊 可以看到呢 它的板块 行业呢 是贵金属 然后合约量呢 是100啊 100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合约呢 1的话呢 一手的话呢 就等于100个黄金 也就是说呢 每一手呢 等于100盎司的黄金啊 所以说每一手的单量呢 是非常大的啊 那按照现在黄金的这个 1890的这个价格来看呢 每一手呢 差不多是18万9千多的这个美元呢 所以说呢 大家下单之前啊 一定要去查看一下 这个合约量 如果大家不是很了解的话呢 那一定要一定要 就是在交易之前呢 要去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确认一下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指数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在这边呢 输入ASX200的话啊 这边有ASX200啊 那我们也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规格啊 它的规格呢 就是合约量呢 就是1对吧 也就是说每一手ASX200呢 它代表着一个ASX200 也就是5910的这个价格啊 这个是比较normal的一个standard 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合约的数字 对 但是如果我们再跑到这个贵金属啊 这边看一下白银 它的这个规格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合约量是5000 对吧 刚才黄金是100嘛 每一手的话呢 就等于100盎司 那这边白银呢 它是5000 也就是说呢 每一手啊 就等于5000盎司 那我这边说的手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啊 我们在点开这个新订单的时候 这个交易量 我们这边可以输入1 对吧 我们就可以看到右边呢 显示出的是5000XAG 也就是5000盎司的这个白银啊 这个的单量呢 也是比较大的啊 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我们再点开这个黄金啊 黄金这边啊 也是新订单 然后选择1的话 对 1的话 1的话呢 就是100个黄金啊 就是100个盎司 所以说大家就算没有看这个规格啊 平时看看这个交易量旁边的这个数字 也会稍微有一些概念 就是下单的量是多少啊 大家这个需要注意一下的 那说完这个杠杆之后呢 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图表嘛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呢 是一张CBA的表格 这个图表应该是怎么把它弄出来呢 相信大家还是挺好奇的吧 特别就是一些比较资深的交易者 他们呢 会喜欢用技术指标 那这样子的话呢 更是要我们图表的辅助了 那我们GoMarkets的这个平台呢 非常适合这些资深交易者 去做这个 去做这个技术分析 因为我们这边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技术指标 可以给大家选择 而且十分好用 而且呢 可以保存模板 一会儿我都会展示给大家看 那我们这边 还是用Nav举个例子 对吧 我们这边Nav选中之后呢 右键 然后点开这个图表的窗口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这个图表出来了 对吧 下面呢 除了CBA又多了一个Nav 那在这边呢 我点击这个缩小 就可以缩小它这个视图 然后放大呢 又可以放大它这个视图 那我相信呢 一开始大家如果说软件 没有经过设置的话呢 是没有这一栏的 也就是时间的这一栏的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是H1对吧 H1的意思呢 是说它现在是一小时的报价呢 就是每一根这个柱子啊 每一根这个K线呢 都代表一小时 那一般呢 我们做长线一些的投资呢 肯定是要看日线图的嘛 所以说我就先把它切成日线嘛 Day 1 就是日线 H4呢 就是4小时 W1呢 就是每周week 1的意思 MN呢 就是monthly的意思 这个很简单啊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把它调出来啊 一样呢 还是找到查看 里面有个工具栏 工具栏里面呢 找到这个周期啊 然后把它tick上就可以了 这个很方便呢 大家可以都去做一下 然后就可以出现这个栏目啊 那个周期栏 就很方便大家去调嘛 然后呢 我们这个图表呢 是可以去做一个DIY的啊 那在做DIY之前呢 我还是先跟大家说 怎么去添加技术指标吧 我们可以看到 最上面的这个工具栏里面呢 有一个插入 插入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指标啊 然后里面有走向啊 走向我相信 大家一般比较常用的嘛 就是moving average 也就是移动平均线 对吧 我们这里呢 就点击moving average 然后呢 这边大家可以选择 用exponential指数型的 或者是简单型的 那我知道一些交易者 喜欢用简单型的 我就把它改成简单 然后阶段这边呢 比较常用的 有20 50和60嘛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选择这个颜色 我这边选了一个红色 这样子的颜色 选择OK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根虚线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改变它的这个形状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虚线 然后双击啊 就会弹出来之前那个窗口 我们呢可以把它改成实线 然后呢甚至把它是加粗 都是没有问题的 看到吗 就是这个实线了 然后又是一个加粗的一个moving average就出现了 那我们这边呢 还是有一些别的指标啊 像是布林带啊等等的 PSAR啊等等 很实际常用的这些技术指标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那我这边呢 也就不多给大家做演示了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类型吧 那我们再保存完自己的模板啊 因为我们知道吗 这填技术指标啊 如果每一个产品都这样填的话呢 还是比较耗费时间的嘛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右键啊 然后呢找到这个模板 然后选择保存模板啊 那我这边呢就可以说啊 我是Bollinger Band 对吧 Bollinger Band 加上NA20啊 然后选择Save就可以了 那我们切回到之前这个CBA的这个图表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应用呢 那我们还是一样右键呢 找到模板 然后呢 下面呢就有看到啊 我们刚才保存的那个Bollinger Band Plus MA20 对吧 就是找到我们刚才保存的这个 点开就可以了啊 就直接应用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好用 那当然呢 我们这边呢 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 就是我们分析师自己平时呢 比较常用的一些就是 呃 技术指标 如果大家没有一些很好的自己的想法的话呢 也可以借鉴我们的指标 比方说我这边呢 Bank of Queensland的这个BOQ举个例子啊 我这边呢是用的这个模板呢 是GMMA加MACD 也就是我们网课里面经常用的这个模板 给大家看一下 就差不多是这样 之后呢 我也会在网课里面跟大家介绍 怎么去用这个模板 怎么去 呃 用这个模板给我们的交易 达来 带到这个 达到一个 呃 效率最大化啊 然后怎么去设一个止盈和止损啊 怎么去用这个图表啊 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交易效果啊 那今天的一个技术的 就是一个 软件的使用教程呢 就先做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啊 跟我们的小助手群的联系 或者是联系自己的客户经理 好吧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